我们这日晒 夏天最不需要三到五天 传统农村景象日晒稻谷 现在已经很少见 台中外埔还有人坚持 利用大自然 是头发的 不用用到那种能源 机器烘干一天速成 但陈坤荣却用最花时间 最费力的方式 日晒米不用透过农会收购 自产自销 卖给左邻右舍 腾息大地 这些日晒米 连栽种过程都有机无毒 我们种有机的 不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 我曾经跟上天讲说 只要我还在 我一定会照顾别人的健康 物理学20年前罹患癌症 从那时候起 它比别人更关心食品安全 也想要为了别人的健康着想 像我们老婆 你知道吗 做到不让人家 脱壳后的米大小不一 有黑有白 还得再经过几道程序 仔细盯着每个细节 陈坤荣做事讲究完美 他淘汰小颗米粒之后 还要再透过机器 辨别颜色去除黑米 原来糖尖 也变黑 不用农药的有机米长得丑 成长过程也辛苦 主线它们流传下来的东西 也不见得说不好 是比较传统 比较健康 好不容易才说服临近地主 一起响应 无毒耕种 要自然隔离带 你不会洒什么农药 我不会洒什么农药才可以 但是说成继续久了 鸭子能在稻田间生长 可说是无毒保证 机器去代替人 但是也不要太过分 去破坏这个生态的环境 当大部分的人 追求效率不择手段 他们却回头找寻先人智慧 反扑归真 呈现农村奇迹